我有朋友每次偏頭痛的時候 他說會喝咖啡 我會覺得這有根據嗎 因為它血管會擴張 會放鬆這個部分 然後血流會比較快一點 好 再來看到這個偏頭痛 它的特徵有哪一些呢 半邊性的頭痛 第二點 胃口不好 第三點 像剛剛注意事講的 會噁心 會想吐 第四點 怕光 對噪音還會特別敏感 對特定的氣味也特別敏感 對 第一個其實是最重要的 大概我們頭痛 大概都不會過中線的 所以它一直強調偏頭 所以就是整個一半邊的 但是有時候是左邊 有時候是右邊 就根據看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 其實是讓我們一個診斷 一個頭痛最重要的 像張力性頭痛 或是群聚性頭痛 它可能是整個頭的一個 整部的整塊 或者頸部或整部 但是偏頭痛很少 很少會超過臉的中線 它都大概集中在半側 是 好 會胃口不好 會噁心想吐 為什麼 因為其實比較嚴重的 偏頭痛的部分 它確實是會影響到食慾的部分 吃不下之外 它可能會有嘔吐的一個狀況 如果你真的是 沒有給予藥物的一個治療的話 它可能在所謂的 營養不均衡的情況之下 水分又攝取得不夠 可能會產生體內 比如說像是嚴重的話 會有電解質不平衡的一個狀況 出現 電解質不平衡的狀況 像這樣子的一個病人 我們通常就是 如果你真的已經伴隨著 很多天的偏頭痛 如果你真的吃不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提供一般的那種 像是蔬菜水果汁 或是中和的一個果汁 你可以去外面買或自己自備 但是就是記得 不要加果糖的部分 因為過多的一個糖分 也會引起所謂的一個血糖的問題 你想要 漸漸影響到偏頭痛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當胃口不佳的時候 這些病人可能會去寻找一些 比較鹹的 比較就是中口味的 對…的一個食材來吃 剛剛其實朱醫師有講到說 其實它這個是 屬於血管性的一個症狀 太多的鹽分 太中口味的話 其實會引起所謂的一個 一個偏頭痛更劇烈 所以盡量就是說 以清淡為主 補充維生素B群 你可以用喝的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蔬果汁的一個部分 來做一個補充這樣子 是 偏頭痛是不是可長可久 對 一般來講我們說偏頭痛 大概四到七十二個小時 所以有四、五個小時就好 事實上剛剛講的 偏頭痛的症狀 我們都是直接就把它講出來了 但事實上在書本上 我們在描述偏頭痛的時候 如果很典型的偏頭痛的話 它有前兆 就是前症 先兆 發作的時候跟後面的症狀 所以它是有不一樣的 還有層次的 對 它會有一個順序來的 因為可是大部分人對前症都不太感覺到 像前症有什麼 像可能就是比較憂鬱 比較拉肚子 或者比較覺得沒有力氣的 甚至有些人是覺得比較好動 有人不動 然後開始就開始 會有一些前兆出來了 這個前兆就開始就譬如說像 看到光 怕光 或者是光裡面看到一些其他的東西 或者是你看到亂七八糟的時候 慢慢開始就覺得有一點怕光了 有的還會先出現 好像眼睛前的出現閃電 好像被打到那種感覺 接下來真正發作的時候 才會變成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可能 已經痛到腦壓已經開始高了 所以你這時候就開始吃東西 就噁心 嘔吐了 然後最後你痛完了 痛到最後七十二小時 它最後才來給你一個症狀 就是說 你就慢慢好下去 這個其實它是有這個症狀的 它是有個高潮的 有一個順序的 所以我們在看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到最後 病人會來看醫生的時候 只有一句話 頭痛 亂編的頭痛 所以事實上 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Penotone的幾個特徵 它在... 對噪音也會敏感 對 對味道也會敏感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時候聽到... 怎麼有點像懷孕啊 聽到什麼懷孕的聲音 沒錯 事實上懷孕 它也會... 因為HORMOM的改變 也會造成這個樣子 只是沒有... 沒有懷孕 不會有頭痛這樣的 就是... 你看我們記得有時候 我們關窗子有沒有 那個窗子的聲音很適合 所以我一聽完 馬上就... 就頭痛了 事實上它就是對那種聲音 太敏感或是怎麼樣 是 或者是吃到... 有一些... 有的人說是吃起司的那個衣服 對 起司的部分 對 它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也是會造成的 有一些起司... 其實有一些起司味 真的 有的是覺得... 你沒有偏頭痛也覺得... 太愛覺得很舒服的味 有的覺得是天香 有的是... 有的是覺得一吃完就... 一玩到就噁心了對不對 一噁心之後 或是覺得想吐就開始... 對 有些起司或是蛋或是肉類 這三大類的食物 都是比較容易一起吃 他們說海飛行有足臭之膚的 這種食物 它比較特別的 然後你又不常吃的 可能你一碰到... 一聞到就出來了 但有一些病例還對那個... 譬如說像西洋外國人 他不像我們台灣 或者是一些中國食物的 他吃了... 胃素很多的時候 他也會促使他產生一種痛 這就是胃經頭痛 胃經在後期 胃痛太多 那它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造成血管腫瘡 好像什麼胃疾瘡 對 好 那就中醫來看的話 偏頭痛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特徵 我沒有講到的 你會發現說 它通常會跟著 在你氣血不足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勞累的時候 甚至你開始... 你會發現年紀越大的時候 它的偏頭痛的重量 可能就像剛剛中醫師說的 它可能只是在前面的一部分 對光線或者是對人 到後來就開始有 腸胃瘡的症狀 那這個部分就會影響到它其他營養的吸收 要造成它其他的一個... 譬如說其他的一個不足 譬如說它月經來 或者是更年期的時候 這些偏頭痛的症狀就... 頻率就更會發作 像我個人就對比較寒冷的時候 天氣 或者是說 有一個風一鼓一直吹來的時候 我就會... 抹一邊就會偏頭痛 所以你看我頭髮很少 冷氣對著吹 我頭髮很少晚上去的 對 都要給它留一點在這裡 保護一下後面 保護一下這邊 它肌肉這個血管比較緊張度 然後就發現老婆在吹吹唸的時候 她就開始偏頭痛 聲音噪音的敏感 經常這樣嘛 經常 噪音 噪音好 對 像化光跟噪音 這大部分都是因為血管收縮的關係 其實你運動的時候 有些人他也會因為運動的強度過高 造成... 有些男生他不是拿很重嗎 拿到那個爆青筋 會耶 這整條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青筋有爆出來 或者是頸部的... 在做胸推的時候 頸部的肌肉都出來 那個時候你缺氧也很容易造成偏頭痛 好 我們了解了偏頭痛的一些特徵之後 就來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去誘發偏頭痛的呢 我們來看看 賀爾蒙 壓力 氣候 環境 不規則的睡眠模式 藥物跟食物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賀爾蒙 對 這事實上 剛剛就講的像女性賀爾蒙 或者是女生在MC的時候 在月經來的前 所以有時候它會很多症狀的 它這個是不是特別危險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 就是懷孕的時候也會 所以為什麼懷孕的時候 我們說女生好像脾氣也比較不好 因為這時候事實上 真的是有一些頭痛的症狀 除了月經、懷孕 事實上 更年期的時候女生也是 其實女生其實還滿辛苦的 對 像更年期 我們又看到潮紅、躁熱血 這個事實上其實也是 因為賀爾蒙的不夠 抑鬱不夠 所以也是造成 事實上這時候的女生 也是比較容易 如果是因為賀爾蒙的關係 造成偏頭痛的話 會怎麼去處理它呢 當然一般來講 你看時間嘛 如果是更年期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用一些 像黃豆、食材上面 會鼓勵它吃一點 譬如說豆漿、豆腐、豆乾 它事實上是有幫助的 那賀爾蒙的補充 因為在這個時候 需要嗎 我們還不建議 還不建議 我們是會以中醫的理論來講 因為中醫 郭少郎也是有這種症狀對不對 所以古老的中醫們 它或者是說一些藥點 或者是醫點裡面 它都會有一些診斷 尤其是對於這種賀爾蒙的 或者是說金錢症候群的 會引發偏頭痛的 這一部分我們就會用一些 疏乾理器的 我們剛剛提到 膽經是走過我們旁邊的 就是說太陽穴旁邊 然後甚至於到肩頸下面 所以用一些肝 那肝跟膽是什麼 相表裡的 也就是兄弟檔的 人家說肝膽相罩 對 所以從膽經去疏乾 然後從這個部分認識 我們一個脹一個腐 然後把這個氣走 所以我們會用到一些 譬如說家衛逍遙傘 厲害的還會用到一些什麼 柴骨 龍骨 牡蠣 這些東西 甚至有的時候 還會說用一點針灸的方法 把氣引下來這個部分 讓它下面的血能夠送到上面來 讓它血循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有的時候 氣血就是合併的氣血比較不足 你會發現這個把它養上來 就OK了 所以我剛剛說你狠狠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下次要更體貼一下 然後再買一點中藥給它吃 意思就是說女人不要忍 好不好 我們找方法去解解 只要會痛就是有問題 也 如果有時候男人 該說太過體貼就買什麼東西 給驚喜蒸吼群 就是會給它巧克力 巧克力 對 我覺得真的是 對 會越是越痛嗎 對 其實它裡面的咖啡因 非常非常的少 沒有效反而變胖 對 沒有效反而變胖